大多的年菜都相当油腻 要如何吃的健康美味 减少对于身体的负担 是许多民众都想知道的资讯 为此竹山秀成医院 营养师也提出了多点建议 那一般来讲 我们的年菜呢 都会比较油腻 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 可以利用一些食蔬 然后搭配我们的一些 蛋白质比较油的东西 下去做一个中和 那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东坡肉 我们会建议东坡肉不是不能吃 但是我们的量要限制 那特别是它的一个肉汤的部分 就会希望大家 有肉汤是尽量不要做一个淋饭的 那在过年很常看到的一个 萝卜糕 特别是针对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 其实萝卜糕是可以吃的 但是呢 我们会尽量建议大家要搭配蔬菜 一起把它当成是一个饭 这样子我们的饭后血糖才不会飙升 而长者的饮食更是要特别注意 营养师也建议民众呢 多多摄取鱼类获得营养 而最主要的还是搭配蔬菜 才是最好的饮食方式 其实对于高龄友善的一个民众来讲呢 其实鱼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鱼的蛋白质的一个吸收率也比较好 对于牙口不好的一个老人家 他们会比较OK 年菜呢 那我们会尽量建议就是要搭配蔬菜一起吃 这样子我们的一个过年 才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春节将至仙怨 全嶺也是请民众 饮食要有所节制 切勿过于油腻而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过年到了 那有很多的长辈呢 都无肉不欢 因为他看到的那个胸口 烤肉就说那是桶货楼的 其实那个是比较不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 在这里呢 也呼吁我们的长辈 我们有很多的不知觉的一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长辈 你们要多注意哦 青菜一定要多吃 然后油脂类的东西 要比较少吃 在这里呢 一定要再次强调 我们少吃肉 尤其是肥的脂肪厚的肉 多吃青菜 有益健康 医长和尚峰肯定竹山旧村医院的用心 也提醒民众 餐餐大与大肉是相当不好的饮食习惯 建议各位都要搭配蔬菜均衡饮食 才能够有效维护身体健康 记者鲁凯竹山采访报道